科技的嫉妒心到底有多强 他看见妈妈抱着女儿 就冲着俩人不停咆哮 接着明目张胆地从小主人身上踩过 疼得女孩一个劲踩脚 随后竟然趁着妈妈不注意 突然咬了女孩一口 对此女主人也非常无奈 他说家里从来没有苛带过这条狗 但他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跟两个小主人争宠 有时候孩子们正在玩玩具 狗子会故意叼走姐姐最喜欢的那个 然后满屋子乱跑动动女主人 如果硬抢 就会发出威胁的嘀吼 哪怕最后成功躲回来 女主人前脚放进筐里 狗狗后脚就会叼走 然而这一切还不是最可气的 有一次两个孩子正吃着热狗 没想到科技一个猛突 抢走了最好吃的外皮 姐姐看着手里光秃秃的肠 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可是等到妈妈逮住狗子一看 那么大一块面包 已经全被吞进了肚子 他气得举着小棍 想好好教训一下这只不听话的狗 谁知狗子脾气比他还大 冲上来就想咬人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 还是爸爸出马 把科技直接抱了起来 这场闹剧才算暂时结束 去两位主人说 这只科技是他们从救助中心领养回来的 当时已经被原主人抛弃五个月多了 夫妻俩看他长相可爱 身是可怜 心一软就把狗子带回家了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条狗之所以会被抛弃 都是有原因的 到家第一周 他就在沙发上开了好大一个洞 几乎掏空了整个座店 用来当做自己睡觉的地方 随后就对两个孩子 展现出了超强的攻击性 尤其是针对姐姐 他会抢走女孩喜欢的玩具 喜欢的食物 甚至会突然站起推女孩一把 或者趁他不被咬上一口 现在全家上下 唯一能镇住这条狗的就只有爸爸了 可即便胆大如他 在给狗子洗澡的时候 也要做好全套防护 只见男主人先是套好运动鞋 然后抱着狗狗进了浴室 因为上一次洗澡的时候 这条科技偷偷跳了出来 对准他的脚后跟咬了一口 好不容易洗完澡后 男主人又要换上防咬手套 避免擦干的时候伤到自己 而且每回还得先跟狗子搏斗一番 才能顺利抓住两条前腿 再由女主人负责吹风 一通操作下来 两位主人可以说是筋疲力竭 但是哪怕他们已经做得这么好了 狗子依旧很不愿领情 该咬咬 该躁躁 该不听话的时候还是不听话 女主人说 从他们收养狗狗到现在 已经六个多月了 这六个月以来 狗子一次都没有下过楼 因为他对于牵引绳异常抗拒 每次还没拴到一半 就会刺着牙露出一脸凶效 如果主人选择继续 那么哪怕戴着防摇手套 也一定会受伤 眼看全家人都过上了 看狗子脸色的生活 女主人决定向动物行为 训练专家发出求助 想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狗狗变成了这样 专家到来后 先是简单观察了一下 大家跟狗狗的互动 随后很快就发现了问题 她说从自己进门到现在 女主人对狗说了十几遍 不子 只要狗狗试图靠近孩子 她就会把狗重重地推远 然后警告她不要靠近 正是因为妈妈 总不让她做这个做那个 哪怕狗狗是真心想跟孩子们玩 也会被女主人用力推开 这才让狗子感受到了区别对待 觉得妈妈特别偏心 从而引起更加激烈的反抗 为了佐证这个观点 专家让女主人假装出门 把老公跟两个孩子 与狗狗单独留在家里 结果气氛变得异常和谐 狗子不仅没有对小主人发动攻击 甚至非常乖巧地听从各种指令 完全看不出先前那种凶悍模样 专家告诉女主人 当狗狗对孩子过于关注的时候 正确反应不该是将它推开 而是用另一件事转移狗子的注意力 它让女主人用零食把狗狗引到桌子旁边 然后下达等待指令 如果乖乖听话就给予假令 这样时间一长 狗子就会知道自己不能打扰小主人吃饭 甚至会在孩子们吃饭的时候 主动坐到一旁等待 接下来就是关于牵引绳的问题 专家说这种情况通常来自于某些不好的回忆 可能是前主人用皮带虐待过它 所以会激起狗子强烈地保护欲望 每次被拖拽时都会疯狂咆哮试图咬人 而现任主人能做的 就是帮助狗狗把不好的回忆覆盖掉 他让女主人把背带换成项圈 成功套到脖子上就给一块零食 然后把狗子最喜欢的小玩具跟项圈拴到一起 这样沾染了熟悉的味道 他也就不会特别抗拒牵引绳了 果然在第二次尝试时 狗狗完全没有反抗 很轻松地就套上了项圈 当女主人试着摘下时 狗狗也非常温顺没在养人 终于时隔六个月 这条科基在专家的帮助下 可以顺利穿戴牵引绳下楼遛弯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来没有一开始就出问题的狗狗 只有不会教育和喂养的主人 这条科基前半段看着还挺气人的 尤其是欺负小女孩那段 好几次看着都特别淘汰 但是专家调教过立马就变样了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 从人类角度看来的好 对于动物来说不一定就是好 还得真正地懂狗 才能照顾好狗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